下一步就是大腸癌 為什麼 七月二十七號到十月二十七號 一共有一千一百八十六人 做無痛的大腸鏡 其中就有三百二十五人 檢查出大腸席肉 這個比例幾乎高達了 百分之二十七點四 所以像五十歲之後的 大腸癌的機率是比流感還要高的 不做大腸鏡 在五十歲之後 每十五個人 有一個人有大腸癌 席肉呢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醫學上面 他就是屬於 癌前病變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席肉 你如果沒有把它切除的話 你久了以後 他可能糞便這樣沖刷以後 不斷的經年累月 他可能就會轉變成 惡性的這個 所謂的colon cancer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發現席肉 這個等於是一個癌前病變 那你就是發現以後 要趕快做一個處理 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比例有二十七點四% 就有這麼高 而且我們還觀測到 一個另外一個數據 是說四十歲到五十歲的 就在這三百多個人裡面 四十歲到五歲 就占了將近 有四分之一的人 八成的癌症 都是在五十歲發現的 五十歲以後 以後 所以定期的健檢必做 是 這些是有免費四個癌症的篩檢 大腸癌 乳癌 子宮頸癌 跟口腔癌 所以很多人都說 健檢一定要花錢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健檢不一定要花錢 我們國家 國健署 都有所謂四癌篩檢 就是主持人講這四項檢查 這四項檢查 你只要年齡到達 這個四十四十五以上 就可以免費的 做這四項的健康檢查 但是我們就有發現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 像那個婦女的乳房攝影 我們觀測到符合資格的人 去真正去做了不到五十percent 所以這也是造成說 為什麼有時候cancer發現都太晚的原因 事實上根據我們的統計 我們台灣地區發現cancer的平均年齡是六十三歲 六十三歲 可是在我們星光醫院的健檢中心 我們觀測到的數字是 在我們星光被逮到有cancer的年齡 大概平均是五十六歲左右 五十六歲 這是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cancer就是你要早期發現嘛 那早期發現 當然平均年齡就會稍微低一點 所以這裡就凸顯出 定期健康檢查重要 也在這個地方 詩文斌大哥說 沒有啦 我兩週前有去抽過血 有有有 要稍微平反一下 對然後 然後同時就是剛剛醫生說的 就是醫院直接要我驗我的排泄物 也有直接用排泄物來去看我的有沒有大腸癌 那目前是大腸癌的部分 檢驗報告是直接寄來 是政府出錢 對沒錯 那是要糞便前學檢查 對對對 就是說糞便前學檢查 會先看看有沒有positive 是 如果沒有就ok 有就要追蹤 那下一關就可能要做大腸劑 對對對 因為最後還是要從大腸劑 才能去判斷有沒有cancer 來我們請副作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詩文斌大哥在聚焦二點零 是他的檢查報告 對詩大哥的歌是唱得不錯啦 謝謝 可是健康好像不太關係 事實上我這個也是很多很多藝人都會忽略啦 像這血壓147就太高了 剛才醫生也講80到120嘛 可是你是147over 104 其實這個都已經算是超標了 那像是說你的這個飯前的Glucose 這個飯前血糖122 這也是超標 因為我們現在飯前血糖基本上應該在100以下 是比較OK的一個一個範圍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然後而且我也聽到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你是好像HBA1C也六點多了對不對 就糖化血色素 對對對 7以下就代表你的平均的這個血色素 是在一個OK的一個範圍 但是你已經接近那個臨界點了 因為7以上就是已經是算是 糖尿病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會建議是說 像你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包含你的血壓 以及你的血糖都已經有偏高 但是沒有關係可以找個時間到這麼 名醫那邊去就醫一下 就是要做健檢 對 健檢出來 有那個基本資料以後就要去就醫 然後他就會給你開一點這個血壓 血糖的藥物 把你控制在一個比較漂亮的一個範圍 我是我是有一點問題 就是第一次打疫苗的時候 他給我醫生給我吃了那三顆 對 我在連續三天吃 一天吃一顆 在吃的過程當中 我是有一點頭暈的現象 那後來我去醫院去做檢查 這份報告的時候 那醫生其實也有開了兩個禮拜的藥給我 那但是這兩個禮拜 其實我並沒有吃藥 我是用 我是用飲食的方式去整個去做改變 然後我每天早晚有追蹤血壓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很多人在講說 外面有講說這個血壓要吃了 容易致癌 或者是什麼 那到底這個是真的假的 這個先請黃醫師 你給他回答一下 我再來補照 我想斯大哥應該是做的方法是正確的 因為我剛才講過了就是必須要量測家裡的血壓 定期去量 早上起床以後量 然後晚上睡覺前量量出來以後 做一個平均值 如果血壓真的有高才需要吃藥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呢 血壓要會不會致癌 當然是不會 那最近會有一些致癌的問題 是因為某些的藥廠 他在在產生製藥的過程中 他的一些原料藥受到了污染 所以說才產生這樣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藥品製作的過程 並不是藥物本身的問題 我稍微補充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會有這個頭暈的話 就是剛才醫師講的 你要先把你的血壓做記錄 早晚量測做記錄 量測完做記錄給醫生看 因為有時候這個藥量的調整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要把血壓的這個藥物 要調到最適合你的狀態 就應該就不會有這個狀況 這是一個藥物的調整問題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吃這個高血壓要把我們的這個病情控制好 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有 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就是會活很久 這你要特別注意 好我要加一段來上體重機 好 施文斌大哥來明白告訴大家 今年最新的體重 來我馬上揭曉 九十八點九 九十八點九 大概就是已經超過這個三十了 BMI差不多三十 但是還好還沒有到達這個很重度的飛行 因為重度飛行是要到一百零六公斤以上 計算出來會是三十五 你現在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了解 所以基本上就是已經 有這樣子一個中度的 Obesity的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事實上肥胖來講 跟剛才我們做的像是這個血壓 血脂也都有相關性 所以就是說把這個體重控制好的話 也可以把你的這個血壓啦 血脂肪也都能夠控制好 所以這都是有相關性 加油加油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